日本共同上场 中美应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保持世界的高度高度到1.5C 不會容易 明年解放的經濟就會有一個明顯的復甦 5G電動車跟這種所有的Metaverse 它是扮演很關鍵的民主線角色 所以基本上也會非常地好 其實我們是自由貿易行政的孤兒 這個部分也是我們非常脆弱的地方 111年1月1號起 我們月薪調整至25250元 我們是自由貿易行政的 可以嗎? 好 解決台灣問題 實現祖國完全統一 解決 當我們越來越好 中國給我們的壓力就越大 所以我要提醒所有的國人同胞 我們沒有鬆懈的本錢 台灣的老百姓好像有做最好的打算 就是中共來了美國一定會來 事實上美國不一定來 談了很多年的一些新的技術進步 譬如說AI IoT 譬如說產業4.0 看來是已經實用 實際出現了 原宇宙什麼東西 都是實際應用出來 新的工夫 非常刺激 我们相信台湾 它们的合作与每个人努力 小贝古珍贼盖图现在保护你的自动 拍摄 cameras与你的笑容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